你好,董政隆 那这里呢,继续来教你如何使用 传销人这个 专卫传直销商呢 所打造的网站 或部落格的系统 OK,那在你呢 首次呢,来到呢 你的网站 前台的时候呢 你会在最左上角的地方 看到这边有一个页面教学 基本上呢,我们会 在这边呢,放上 你要怎么去 操作 这些选单 还有页面的基本教学 所以呢,我们这一则影片呢 很快的教你要怎么使用 首先呢,页面呢 是在你登录晚站后台之后呢 的这个地方 那页面呢 跟文章是不一样的 文章呢,新增文章的时候呢 是 就是新增 部落格的文章 也就是说是新增 这些文章 这些都是部落格的文章 这些都是部落格文章 页面呢,通常都是 呃,我们用来新增一些 比较 内容比较固定不变的 像部落格文章就是 就是你晚站的主轴嘛 对不对 那页面我们通常都是放在选单上面 这是它主要的用途 页面通常都是放在选单上面 而且页面通常也不会出现在 这个部落格文章这一区 所以这边都是部落格文章 好,这个就是为什么 页面跟 部落格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呢 像这些我们替你预设的 都是一些 比较固定不变的 然后或是比较重要的 应该要出现在选单里面的 的那个项目这样子 那你要怎么新增页面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在这边点击新增页面就可以了 例如说我这边打一个测试 然后呢 发表 右上角 点击发表 它就发表了 那发表的页面呢 如果你检视一下 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写嘛 所以呢 这边是空白的 那它不会自动出现在选单上 那你要怎么呢 去设计这个选单 甚至去排列它的顺序或增减呢 当然是在后台这边 你要到外观 外观这边呢 是用来控制 你所有部落格的外观的项目 那在这边有一个叫选单的项目 点击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一个预设的 这个就是我替你安排的 页面的选单 例如说如果你要更改 你就点击一下 例如说是登录你晚站后台 那例如说你要改它的文字 就是这样子 你要删除也可以 然后呢 这样改文字 那你可以拖曳呢 就可以更改它的顺序 那呢 如果你把它往右一点点呢 这样子这个登录 就会附在呢 这个首页底下 举例来讲 例如说我 我这样储存一次给你看 然后我们再来这边 首页这边 那你会发现 这个登录呢 这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指项目了 指分页 好 所以呢 那当然是不建议你这样做啦 就是 除非你第一排已经满了 才会建议你用这个 这个功能 这个指项目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呢 你要做的很简单 你现在呢 就是必须要呢 看完这个教学之后呢 请到这里啊 把这个页面教学给移除 你按移除 它就消失了 就这样子 然后再按儲存选单 右上角这边 那呢 你所有新增的页面 它其实都会出现在这里 OK 那 例如说这个text 是我刚刚新增的 你只要勾选它 然后点击新增至选单 它就会出现在 这一个 选单上 有没有看到 它就出现在这里 那你可以去安排 它出现的位置 OK 那我不要它了 那我就把它 移除掉 就这么简单 那我现在再把这个页面教学 放回去 在这里 新增选单 好 再把它拉到最上面 这要保留给你看的 好啦 但是你在看完这则影片呢 务必呢 就来这边实际操作 把这一个页面呢 给删除掉 这个页面教学是多余的 然后呢 去把这个选单呢 安排在呢 一个你满意的顺序 啊 事实上呢 你可以新增的选单啊 还有这些 你甚至可以制定连结 就是说呢 如果呢 你有你自己的官网 或者是公司呢 你经营的传销公司 它其实是网购的 那它 有给你一个 专属的经销商的网址 那你可以呢 在这边 把它 新增上去 举例来讲 例如说 我要连结到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网站都可以啦 例如说 我要连结到这个 我的超人行销的网站 那你就是把网址 还有 连结文字 打好 然后点击新增字选单 好 那它就出现在最下面 然后 现在如果 储存的话 然后 再来到前台 它就出现在这里 那如果 我点击的话呢 那我就会直接 连结到 这个超人行销 我刚刚的那个网址 好 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制定 制定连结 所以我现在把它删掉 那事实上呢 你也可以呢 让它直接连结到 某一个特定的分类 这个功能会比较少用 你甚至也可以让它 直接连结到某一篇文章 那但是通常我们都是 比较常用的就是 新增页面 新增页面 然后呢 把 把页面呢 连结到 选单这边 OK 那呢 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功能 你现在呢 看到的是首页选单 我们还有一个 页围选单 页围选单 我现在勾选的是 这个会出现在首页 什么叫页围选单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出现在 你的网站最下面的选单 像现在这个 这个选单 这个顺序呢 是会 我现在勾选它 出现在主要选单 就是在网站上方的 这个选单 那我现在让它 同时出现在 页围选单 我们儲存一下 好 那 我们看到 你的 这个选单 会同时出现在 这个叫 页围选单 那你当然可以客制化呢 你的 页围选单 你说我不要这一个啊 我不要跟 主要选单一样 好 那这时候怎么做呢 你就先把它勾掉 就这一个选单 专门给 给主要选单的 这时候呢 你只要再新增一个选单 好 这里 然后这边写一个 名称 页围选单 好 就是 页围选单 然后呢 点击右上角 建立选单 好 那这里呢 你就可以开始 自己挑 好 你希望页围选单 出现什么 好 你就在这边自己挑 然后例如说关于我 联络我 我随便挑三个四个 好 然后呢 我按 新增制选单 好 那等一下呢 这些页面呢 就会出现在这里 好 然后呢 这时候我要最后呢 显示地点 我要再 我要再点击这个 页围选单 OK 然后呢 这时候再储存选单 好 那这时候呢 等一下你看我的 页围就会出现 是这四个而已 好 我现在重新整理 我看到 我现在页围选单 变这四个 换句话说呢 页围选单啊 你是可以 任意的客制化的 好所以呢 我现在呢 就是 你到时候看到啊 我 我把这个 好 就在这里 这里有个页围选单 好 位置管理 这边有个主要选单 是在这 好 然后页围选单 建议命名就一样 好 所以呢 我这边呢 就 呃 就帮你保留这个页围选单 好 那我现在就是 呃 把它弄的跟 你的页围选单 其实差不多了 好 那到时候呢 你看到这个教学的时候呢 你在呢 你如果要 你如果要客制化 你再来这边客制化 好 那我顺便教你呢 要怎么样 哦 关于我 通常联络我是放在最下面 公司介绍 产品介绍 好 当然这个顺序 好 那这个 顺序 好 那这个 如果你不要页围选单 怎么办 好 你就记得 这边可以选 你现在编辑的是 页围选单 还是 首页的选单 就主要的选单 好 你可以随时切换 然后点击这个选取 好 那像我这样一切换 我现在就是到主要选单这边 好 那我现在呢 如果我在页围选单这边 我基本上 就是 就是只有两个选单可以选 就是页首跟页围 好 好那如果我要删除这个页围选单呢 你就点击下面这个红色的字 删除选单 你只要点击呢 然后再按确定呢 他 这个 你就没有页围选单了 OK 那我现在这边呢 会替你保留住 好 那你到时候自己决定呢 要不要把它删除掉 OK 所以呢 这个选单呢 有什么功能 简单讲就是 你可以去看 好这个登录网站 就是方便你从 这个地方 直接登录你的 管理后台 这个就是管理后台 OK 然后呢 这是自我介绍 你可以去看每一个标签 它都有各自呢 的一些说明 联络我 就是让别人来联络你 那 好 那这一则教学呢 我就先录到这里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